音乐和美术的关系 音乐是耳听的,而绘画是眼看的 初初一看,似乎音乐和美术应该互不相干 是各自为政的独立的艺术形式 但,稍微深入一点 从音乐和美术的基本构架来看 它们却有惊人的共同性和一致性 颜色是美术最基本的元素 最基本的颜色称为三原色 红绿蓝,就是RGB, Red, Green Blue,由光线产生 通过三棱镜时,被分解为有规律的七种彩色 这七种色彩依次为 红,橙,黄,绿,蓝,电,紫 而进一步物理学的细分,得出十二色相环 它是在彩色光谱中所见的长条形的色彩序列 而音乐由十二个音组成,称为十二音律 按照音律的顺序选出一组音 就得出音乐中通用的七声音阶 再从其中选出一组音能够一起和谐的共鸣的 就是音乐中常用的由三个音组成的三和弦 养者的基本构架都显示了一致数字关系 三、七、十二 养者不仅关系密切 很可能是同出一员 未经许可,未经许可,未经许可有点